供电网络承受了一定的压力 不过总体运行平稳 截至目前 全是2000多条供电线路中 仅有30余条线路 因复冰受冻而跳闸 这个情况来讲 如果从晴天比较的话 肯定是跳闸是有明显的上升的 但是在从这个灾害天气比较的话 不算多 杨俊介绍与2008年相比 在今年冰雪天气中 长沙电网并没有出现 倒干断线等突破情况 这一方面是因为 今年的灾害强度 不及2008年冰灾 另一方面则是10年来 工电公司陆续对 刘阳 宁乡等 容易受灾地区的线路电塔 进行提升复冰设计厚度改造 而所有新建线路 也全部按照新的复冰标准建设 在2008年之前 我们最后的复冰厚度 可能就是10个毫米 到15个毫米的样子 那么目前 我们长沙电网的输电线路的话 它的最后的复冰厚度 可以达到25个毫米 所以大大的提升了 我们输电设备 抵御这个冰雪覆盖的能力 除了硬件设施 提制更新换代以外 2008年冰灾过后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 还成立了国家级 防灾减灾实验室 这个以研发基础为主的实验室 近年来陆续开发出 新一代农冰技术 并建立起冰情在线监测系统 从而大大提升了 全省供电部门 抵御冰冻灾害的技术能力 以前我们就是要观察 这个线路是不是复冰了 我们一般都是采用人工的方式 那么现在我们也有人工的方式 同时我们还有在线监测的这个方式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受灾 可能比较严重的地点 会有一些摄像头啊 等等这样的设备 来随时24小时来观测 复冰发展的情况 此外近十年来 工电部门抢修巡查力量 也得到不断加强 目前针对新一轮的雨雪天气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 已经进入战备模式 除了500人日夜 对供电线路电塔进行巡查外 另有一支500人左右的 抢修队伍处于待命状态 随时奔赴故障一线抢修 全力保障长沙电网的平稳